那么这条题目呢 它就要我们比较一下 两个数,究竟哪个大 哪个小的 那么一般来说,如果要比较 两个数呢,我们会有一些 特别的方法的 那么首先,我说要比较 两个数,对不对? 那么我当一个叫A,一个叫B 那么一般来说,AB的关系呢 它们可以分成三种的 分别是A大过B A等于B 和A小过B 那么我想大家都想到我们平时 用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 通过减法 也就是我们会做以下的 运算的 如果是A-B 的话,我们可以 从A-B得出来的结果 去判断究竟 哪个大过哪个 或者他们的关系是什么的 那么 那么,为什么 A-B呢? 那么我们看一看 如果是A大过B的情况之下 A-B呢 那么它就会 大过0的 那么如果A等于B的话 那就是两个一样 那么两个一模一样的数 那么如果是A小过B的话 那么我们会得出A-B呢 就会小过0的 那么所以呢,我们 我们计算 我们运用减法呢 将两个数字 就可以拉起来的关系 那么从而看出 哪一个大 哪一个小 那么我们其实除了减法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都可以帮我们分到 究竟哪个大 哪个小 那么这一种呢 就是除化了 除化了 那么我们当然 那么我们当然 又是要用回我们 那两位主角 一个是A 一个是B 那么你只要 计算A除以B 这个数值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 知道它们当中的奥妙了 那么首先 如果是A大过B的话呢 A除以B呢 这个数字呢 就会大于1的 那么如果比较难想像的话 我们可以尝试 代入一下这些数字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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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A等于B的话 就是两个数字一模一样 那么 所以 一模一样的数字 它们互相除完之后呢 它们就会等于1了 那么 那么同样道理 A小过B的话呢 那就是A除B啦 那么就会变成 很简单的分数 你想想 可能是二分之一啊 那么 这个数呢 它是小过1的 那么 总结了 如果我们有两个数字要比较的话 我们可以用 减法 又或者用 除法的 那么 用减法的话 我们只要计算A-B 这个数值 就看看它和0的关系是什么 那就知道 它们互相对应的关系是什么 那么 如果是计算 除法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 做一个A除以B的运算 再看看 这个数值和1的关系是什么 那就可以得出原本的两个数值 究竟它们中间有什么关系 OK 那么 讲好远 那么我们今次呢 就要看一看 这个数 来回来这里了 这个数和另外一个 究竟哪一个大 哪一个小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用回传统少少的方法 那就是一个减一个的 首先是p加t overq加t 这个数 减 p overq的 那么 很简单 我们只要将它通分 将这个q乘上来 我们有q p 加qt 然后将这个又乘上来 减 减 q 减 p t 那么下面就自然是q 和q 加t 那么呢 然后我们发觉有些东西可以约一约 这里有pq 这里有pq 那么约完之后我们再group一group 把这一条颜色就会变成 另外一个颜色 首先分母不变的 每天都是q 乘以q 加t 那么 而分子呢 我们可以拔个t出来 然后就有这个q 减这个p 那么呢 然后 没有什么特别啦 我甚至作个符号给它 我叫这个东西叫做y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分别讨论究竟y有什么特性 我们很简单地看看究竟y的份母是什么 这个份母呢 它是一个q 一个q组成 乘以一个q加t的这个数值 那么它和这个t呢 怎么说呢 呃 它的份母由这两个数组成 那么呢 q是一个正整数 不是正整数 正整数 正实数 那就是正数 那么这个q呢 大过0的 q加t呢 它分别由两个都是正数加在一起 那么所以这个数都是大过0 两个大过0的数相乘在一起 那么当然大过0啦 那么用同样道理 这个份子那里呢 这个t呢 它其实都是大过0的哦 那么 就很简单啦 我们就得出y 这块东西呢 就等于两个东西相乘了 第一个 很明显就是 t除以q q加t 那么这一块东西呢 一直都是大过0的 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是大过0的 那么还有一块东西相乘的哦 就是这个啦 q 减p 这一块了 q 减p 这一块了 那么既然这一块东西大过0呢 那么剩下的就是q 减p 主宰着这个y的生死了 那么这个y 它究竟 因为我们现在计算是双减的运算嘛 那么 q减p呢 就决定了这个数 究竟 是 大过0啊 或者小过0啊 或者怎么样 那所以呢 既然是q减p主宰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分情况了 如果 q 大过 如果 p的话呢 那 那 就是这一块东西 都是大过0啊 对不对 那么大过0成一个大过0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结果就会得出 y呢 就会大过0了 也就是 由于 y大过0 y等于 我们的第一构数 减第二构数 那么 总结得出来的结论呢 就是 p 加 t over q 加 t 大过 p over q 那么 这个是第一种情况而已 那么 对于第二种情况呢 我换个第二种颜色啦 如果 p 等于 q的话 或者 q 定于 p 这个词 减完之后就是等于0 等于0的意思 直接不用说了 等于0 y 等于0 所以我们就会有 t 加 t over q 加 t 就等于 p over q 嗯 OK 那么它们一模一样的嘛 那么很简单 你甚至可以代数字下去 这次你讲 因为 q等于q 那么它们加在一起之后 它们 分子和分母都完全一模一样 那么所以 它们就等于1 1等于1 那么 对于另外一种情况 最后的一种 我们有 q 是q 小过p 的 q小过p 呢 那就麻烦了 其实都不是很麻烦的 现在这么说 对了 是q小过p 所以呢 这一个 就成为了一个负数 小过0的数 那么 好像乘法那样 乘法说一个正 乘以一个负 正负就得负的 所以我们最终 就会得出 y 小过0 如果 y小过0的情况 呢 compare 这两个数 就是 apy 不是 apy 那我们就会得出 以下这个结论 就是 p 加t overq 加t 就会小过p overq 就是这样解释了